欢迎收看智库集团 第二日智库通市场热点 现在在香港投资者 不单是可以买港股 因为买卖美股 其实比起之前都方便很多 今集就跟大家讲一下 港股与美股的分别 请来有智库资产企业融资部的联席董事 张志和Eric和我们聊聊 Hello Eric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虽然港股美股都有得可以在香港买卖 但其实投资者都要留意一下 他们有些不同的买卖单位 其实港股美股买卖的方法 的确是有不同的 譬如美股的话 我们可以一股一股地买 例如投资者如果喜爱科技股的话 一些科技股 如现在比较流行的Tesla Amazon Apple Facebook等等的股票 都可以买一股 我们做个例子 例如Tesla 根据近期美股的收市 现在一股Tesla大约1,300元 美股 截算港元 大约用1万元就可以买到一股Tesla 但投资者如果看好腾讯的话 大家都知道 一手的腾讯现在是要100股一手的 如果我们以香港近期的收市价540元为例的话 买入一手的腾讯 截合港元就要5万4千元 所以对于本钱较少 而又想分散投资的投资者来说 投资成本就会相对较高 除了买卖单位之外 其实投资者也要留意一下交易时间 其实美股和港股的交易时间是一样的 美股就会分成冬令和夏令时间 冬令的时间是当地10点半至5点钟 而夏令的时间是9点半至4点钟 所以投资美股就会只适合一些夜份的人 对大部分本地投资者来说 相对上较难 如果看到大波动的时间 美股例如如之前疫情的期间 突然间单晚跌了1800点 当时来说也触发了熔断 当投资者投资美股的时间 他们或许要面对一个很大的风险 但当然对长线投资者来说 风险不算大 投资者也需要留意的地方 就是当投资美股的时间 也有一个税项方面的问题要注意 税项方面 投资港股和美股都不一样 美股方面我们有个叫股息税 泰息的时候需要收取 不过无论美股还是港股 大家好 Eric 今年大家有一些股份 相信进账不少就是科技股 应该去留意哪一些呢 近期来说大家都留意科技股 其实如果看回港股方面 内容比较多 是与内地有关系的 例如如科技股 大家都比较熟悉的 包括亚里 网易 京东 对适合熟悉中港经济投资者来说 就比较有好处了 而美国亦有非常多数量的ETF 供投资者买卖期 例如美国国库债券的ETF 花金ETF等等 产品也远高过香港股票的市场 所以除了留意香港上市的股份之外 想发掘多些投资机遇 都可以放眼世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